在過去兩年,本國外交部曾經48次向中國表達對外國干預和監視的擔憂 並且計劃在下個月召開外國大使會議 警告他們不要干預本國選舉 龐希倫不得 外交部官員今日出席外國干預調查公開聆訊作證 表示外交部正為下屆大選作準備 希望確保其他國家的外交官知道本國對於試圖影響和干預的界線 副外長David Morrison向委員會表示 與外國甚至是敵對國家保持實時持續的討論 是解決外國干預問題的核心 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驅動的外國干預是一個主要的威脅方式 預計會在下一次選舉中出現 委員會今天公布的文件顯示 本國自2022年9月以來 共向中國官員提出48次交涉 其中外國干預話題被提及31次 包括四封正式外交訊件 文件指本國官員20次提及中國海外警察站 兩次提及偵察氣球 並兩次傳召因外國干預問題 而被驅逐出現的前中國外交官趙毅